三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张欣祥 也可以叫我阿瑟 是一名魔术爱好者 谢谢大家 你刚刚有一个词 我听到了 我关键词是 魔术爱好者 你其实不是一个 在门学魔术的一个魔术师 只是爱好者 你有自己的工作是不是 我之前就大学毕业 就是在互联网上班 就是 技术人员是吧 本来要是当技术宅的 结果现在走到了 这也是技术 不一样的技术 走到了镜头前 结果我没事的时候 会自己拍一点视频 然后慢慢就 就一个月突然一百万粉丝了 然后就 你怎么那么烦而下来 一个月突然一百万粉丝了 然后就慢慢就开始 那一开始 为什么要拍这个短视频呢 刚开始我什么都拍 比如说是魔术教学 然后魔术表演 以及一些有创意的东西 后来慢慢地 我就把这些内容 归理了一下 我发现大家喜欢的就是 生活中的一支铅笔 或者一枚硬币 你拿过来看了我的视频 你就真的能够学会 然后跟家人或者朋友表演 给他们带来快乐和神奇 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是天才 因为我魔术到现在 可能大部分也是自学的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去参加比赛 然后还 侥幸还得了一个奖 那我真的觉得 我好像是个 很适合魔术 很有这种思维的人 直到后来 我慢慢地大学毕业 从我的山村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再接触到更多的人 到现在步入社会 接触到很多很多 全国各地 甚至全世界厉害的人之后 我根本就不是天才 我连一个普通的 魔术师的天赋 都可能要差一点 对 他从一开始的那种自信 说我就是个天才 但是真正你走出来 开阔了视野之后 他开始变得谦虚 可是因为你变得谦虚 你认清了自己现在 是什么样的水准 你反而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这段话 其实真正让我们体会到 是这个含义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禁锦魔术 很多厉害的魔术师 它是就是可以直接 让我们能够面对面 都看不出破绽的 就这种小魔术的互动 你有没有 这个当然也有 那我们要不拍拍手 欢迎曹英姐 这里有一个硬币包 硬币包就是装硬币的 这里面有两枚硬币 能看见吗 是要给我吗 不是的 这么小气 是空的 相机能看见吗 然后硬币包可以给你 你这样帮我拿着 拿着 硬币两枚 一枚金色的和一枚银色的 曹英姐 你随便选一枚 银色好了 OK 银色的对不对 那我把这枚银色的 像这样 放在我的手背上 能看见吗 银色的硬币 真的是普通的硬币 是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口袋里 手上没有东西 我只需要打一个响指 时间会回到20秒钟之前 可能这时候有人想 你是不是在卡Bug 对吧 但是有时候Bug会失效 有时候会成功 我不知道这时候会不会成功 手上会有两枚硬币 因为银色的和一枚金色的 一般的模式是可能到这里玩了 对不对 你不会是想 变回这里吧 不会吧 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 我把眼睛闭起来 两枚硬币 能看见吗 这里有两枚硬币 我眼睛闭起来 随便拿起一枚 我不知道是金色的呢 还是银色的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口袋里 手上没有 然后我再挑战一下 我打了六个箱子 时间会回到两分钟之前 两分钟之前 我手上什么都没有 对 还记得这个包包吗 仔细看哦 这里有 两枚硬币 一枚金色的 一枚银色的 谢谢大家 拿走了 进出 进出看什么感觉 挺神奇的 想要练魔术 你想要练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可能我想换一个 回答的方法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 我每次坐在 我的出租房里 我都会在幻想 有一天我有自己的房子 房子里面有个房间 房间里面有一面墙 放着我的扑克牌 和一些魔术道具 然后有两套桌椅 一套放着一个牌垫 用来表演魔术 和拍摄视频 一套放着电脑 无聊的时候 玩玩游戏 但这个梦想 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对 我希望 不管等我 三十岁四十岁 一直到我老的那一天 我都能够 坐在椅子上 然后玩着 我想玩的东西 哇 我觉得欣赏 其实刚刚在描述 一个场景的时候 就仿佛看到 那一个房间 对 我希望大家能够 有自己的爱好 有自己的 努力的方向 能够让烦恼 变得 没有那么多 当观众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当我们的观众 能够从我们的表演当中 感受到快乐的时候 那个瞬间 就是我们身为 艺术工作者的快乐 对 对 曹云老师 非常对 好 那你一会儿 第二阶段 还有比这个 更厉害的表演吗 后面这个表演呢 它叫做影 它是一个光和影的结合 OK 谢谢 好了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 所有的朋友们 准备好了吗 为我们的心想来投票 喜不喜欢他的魔术 想不想再看到 他第二轮的表演呢 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投票